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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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參加2015年糾激展望系列的演講 我們抱歉因為前兩個禮拜 我們自己公出 所以就耽擱了大家兩個禮拜的時間 在過去兩個禮拜裡面 在青藏高原又垮了一趟回來 後來發覺每次從西藏回來 每次都很辛苦 可是會很懷念那個地方 因為在那個地方的生活 是非常貼近自然的 每次從西藏回來 就會警示自己的生活 是不是不要給大自然增加 額外的負擔 我也真的很希望 各位您要 上次我們講西藏 不知道講的這句話您記不記得 聽到底下這句話 就有責任 什麼責任 西藏流行的一句話是 如果你愛一個人 這輩子 一定要帶他去一次西藏 聽到了以後 如果你是兩個人結伴來的話 更麻煩 因為這個責任太嚴重了 但anyway 今天很高興是 我們在重新開始了 秋季展望系列的時候 請到了我們 台大昆仲學系的楊恩成楊主任 楊主任在昆仲研究上 結果非常傑出 後來我瞭解 他是在澳洲 在澳洲念的 博士學位 那其實跟我們天文很有關係 我們就想說到了澳洲 其實是做天文的好地方 因為年年乾海 你每天看西西都很漂亮 那沒有想到 昆仲也是一個重點 但是我想楊主任 很多時候廣為人知的是 他參加了Discovery的影片 這是為什麼我還想說 今天我們Discovery放的 應該是楊主任 當時的精彩影片 怎麼是狙擊手 在那邊拿槍打來打去 anyway 但是我看到了楊主任 在那個影片裡面研究蜜蜂 在蜜蜂上面刻字 我不知道楊主任今天會不會講到 一個類比 是什麼類比 小龍女 我不知道會不會講小龍女 小龍女不是在 翅膀上刻字嗎 大家還 大家知道小龍女嗎 知道金庸嗎 對 他在什麼非常非常細小的昆蟲上面 翅膀上刻字 然後終於讓他的那種陽過 找到他在哪裡 quite amazing 對 然後楊主任有同樣的功力 我覺得聽得很感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在博物館 在台中的科目館 也是一個昆蟲收藏的風針 台中的科目館 當然我想要問楊主任了 要請教他 台中科目館的收藏 到底是不是一個 足以自豪的一個collection 但是我們在博物館裡面 今天我們會聽到好多同學 聽到楊主任演講 都會很希望來聽演講 昆蟲其實在我們生活裡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們大家多半不覺得 或者是不喜歡 可是我會知道 我們知道 在博物館裡面看到了 一批昆蟲全門的同仁 看到了楊老師 發覺有些人是熱愛昆蟲 當年想像不到的程度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高興 楊主任來了 不太可以講他最近的結束研究 更可以讓我們知道 是怎麼樣在這個領域裡面 變成跟昆蟲和諧相處 而且熱愛昆蟲的人 歡迎楊老師 首先謝謝孫館長的邀請 有這個機會來跟各位介紹 我的研究 那首先孫館長說 一開始的時候 我要介紹我自己 我來自於嘉義 我是嘉義式的一個小孩 在嘉義生 在嘉義長大 等到高中 念完嘉義中學以後 北上就到 考量台中 在中興大學 念昆蟲系 念昆蟲系的好處 是其實還蠻快樂的 因為可以出去採集 那在我念高中那段時間 我在做一些科展 在座有一些高中同學 應該對科展很有興趣 我會非常鼓勵你做科展 那做科展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嘉義 並沒有什麼大學 可以去請教大學教授 老師就是上課吧 生物學就給上完了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就開始 幾個同學就開始玩蜘蛛 就像那個蜘蛛我如果給牠 不同的東西吃 有問題的東西吃 比如說 那牠截出來的網子就會不一樣 這個是源自於我們那個時候看的 非常少的資訊 不像現在有網路 所以那個時候看的東西 覺得有這樣的行為學研究 蠻好玩的 然後就去嘉義公園 找了一個廢棄的屋子裡面 就去玩蜘蛛 那裡面很多蜘蛛 你不用養 而且還有很多蜘蛛 我們就把牠的網子給弄掉 那牠要自己再去織一個網 然後就先餵牠吃的東西 破壞掉牠的神經 現在看起來破壞牠的神經系統 所以我最早最早其實 對這一方面就是 現在知道說 我們說這一門學問叫做 neuroethology 神經行為學 那所以我就對這個一直放在我心裡面 那去看那些資料 那是我爸爸因為 以前時代雜誌會有那個 出成一整本 精裝本的 這種動物行為 各種主題的 所以我爸爸在我 很小的時候 要念國中的時候 就送我那一本 可是那時候看不懂 到了高中以後 看了那一本之後 我對這個非常非常有興趣 所以除了行為之外 我們看了牠的行為 我就想要去知道 怎麼樣造成這些行為 那牠的神經系統 是怎麼樣促使這個行為發生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直在我腦袋裡面 那有幸的去念到昆蟲系以後 啊好太好了 可是那個時候 昆蟲不是蜘蛛 我當然要去做昆蟲了 所以我就在昆蟲上面 有很多看法 因為在念書的時候有很多看法 欸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教科書 事實上沒告訴我們為什麼 那你一直會去問 可是你去找資料 在那個時候要找資料 是相當困難的 不像現在你Google一下 keywords下去 啪啪啪啪就出來一堆了 所以要讀業很難讀 所以念完大學四年之後 立刻就發現一個問題 我的興趣就在行為生理 行為學跟生理學 我想要知道一些行為上的機制 他的神經機制就是我非常喜愛的 那那個時候在台灣昆蟲界裡面 並沒有人做神經學的研究 可是我大學畢業以後 第一份工作 事實上就在師大分部 第一次見到孫館長 聽孫館長的演講 也就在師大分部 我就在師大生物系裡面當助理 我的老闆是吳京一教授 他那個時候剛開始 他本來是醫學博士 他剛開始要做昆蟲的眼睛的反應 電生理的反應 電生理對我來講 我一看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太跟我的興趣太契合了 因為我們一天到晚就說 神經反應是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沒有機會去做紀錄 可是到那邊當助理以後 我就可以有那麼貴重的儀器 然後在那邊做紀錄 那一年之後我就 我就申請到獎學金 我就到澳洲去 因為在台灣有一點基礎 所以到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去之後 我老闆給我一個題目說 你念碩士 這個東西你把它解決掉 如果三個月就把它做完了 所以我三個月以後就職工博士了 三年以後就拿到博士 所以比別人快了一點點 因為那個是我興趣所致 所以有時候做事情就是 你喜歡的你就會特別特別熱衷 那剛才孫館長提到說 我們念昆蟲了 我們學昆蟲了 有很多就是非常熱衷 一輩子就是喜歡 把這個科裡面的各個鼠各個種 給鑑定出來 然後它抓到一隻小小昆蟲 你們看起來 就直接躺啊對不對 不是 它把它當成寶物 所以今天下午因為細物的關係 我要把細上一些空間 退休老師的空間清出來 那個舊的空間我進去看 因為要清 我就看到 對我來講 我覺得 這個實在是 華南衛來一定會把它 華南衛的小組一定會說我們不及格 可是當我們要清走的時候 天啊 那些愛好昆蟲 我們那些愛好昆蟲的同學就說 不行 這個寶物 我要這個我要這個 他們就會去搶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學昆蟲的人一些熱忱 他可能花掉一輩子都很喜歡在這上面 那我自己 在這個投影片 我在前一陣子 Facebook最喜歡 又會看到一些圖片就是說 別人認為我什麼 譬如說 人家可能認為 我的朋友可能都認為說 我們學昆蟲的就是 拿了一個昆蟲網 對我們是拿昆蟲網去抓蟲 沒錯 但是沒有這麼funny的這個知識 那 這是我嗎 就會認為說 你學昆蟲就是殺蟲技以後 可能去當蔬蟲公司 他怕我沒有飯吃 那有人認為做蜜蜂 我可能就會去搞這個東西 可能大家會認為說 我們學昆蟲都會懂很多蟲 對不起 很多蟲的名字我叫不出來 我叫不出來 我知道它是什麼類的蟲 但是我不見得我叫得出來 那做分類的就很多 其實我實際上 實際上我做的工作是這個 而且是我想做的 就是我要去看它行為 我可以去訓練蜜蜂 你知道蜜蜂是可以學習的 我可以訓練它 等一下我會有影片 會讓你看到它學習的狀況 那我做電森禮 我要去看它腦裡面神經的反應 去探索它腦裡面怎麼樣去 去解釋這個世界 可是實際上 我在做什麼 我偶爾也要去治療樹 上次在柯博館跟孫館長報告說 刺童 台灣的刺童樹 事實上得了一種 叫刺童幼小蜂 這個是外來種 然後就產個叢蔭在上面 就那個葉子就壞掉了 然後光合狀況就沒了 我們台灣大學的那個總圖 圖書館前面有很多刺童 當時也是出問題 也受到感染 那我就用一個方法 我就給它打針 把農藥打進去 系統性農藥打進去 每年三月我們實驗室 就得一路去做 這個研究如果做完了 做成功了 本來是零物局計畫 做成功了它就不給你錢了 所以這些老樹 那些列管的老樹 事實上還是非常非常的珍貴 那沒有錢怎麼辦 我們還是要去把那些老樹 給保下來 所以我就全省 整個台灣就從頭跑到我們 知道哪些有列管老樹 我們三月的時候就會去 確定說它的藥 在它體內的藥還在 那這個 這個刺童藥小紅 不會當它冒心芽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光合作用了 所以這個是 What I actually do 那這個是 What I think I do 好 剛才提到我的成長背景 所以 所以 從小我就 想說我想要去研究 這個行為 可是你要研究行為 當然第一個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怎麼知道 它看到什麼 它聞到什麼 這個感覺神經生理的部分 就很有趣 這個是 1976年 Kersfield 這個 一位德國的教授 他的一幅畫 他說 如果我們會有敷衍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比如說 蒼蠅看到了 但是這個敷衍的解析力 這個空間解像力很差 如果那個空間解像力 要跟我們人一樣的話 你這個敷衍的直徑要一公尺 你才能看得清楚 不然的話 你就看得模模糊糊的 所以 我今天的題目就是 探索昆蟲感知的世界 以視覺跟磁場的感受機制為例 很抱歉 不是要講蜜蜂消失 所以今天沒有刺青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小龍女的那一招 其實我 我其實也沒有看過小龍女怎麼刺 但是 我知道有人刺青 我在開車的時候 就想到這個方式 但是小龍女是把 字刺在這個 蜜蜂的翅膀 我在絕青谷底 那 我刺的是barcode 所以我知道 這個還要用一個reader 然後用電腦去把它讀出來 那楊過當然 還是看 字比較快 他也沒有barcode 他已經看不懂我刺的東西 那 視覺裡面 我主要是 會focus在色覺 因為還有很多 因為包括形狀視覺 那部分 我有研究 今天 時間關係我想 我就在視覺上面 會大量的放在色覺上面 所以我們來探討一下 可能各位會比較有 有興趣 看得到顏色的 請舉手 哇 大部分都看得到顏色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有沒有人感受到磁場 有感受到磁場 舉手 後面有 有人可以感受到磁場 李士誠校長 非常喜歡你 你可以跟他聯絡看看 李嘉維教授跟我講說 事實上 在美國有人 有人研究 有些人可能會感受到磁場 不過一般我們感受不到磁場 我會定這個題目是因為 顏色 事實上 這個世界並沒有顏色 可是你感受得到 你看得到 磁場 地球上就有這個磁場 有這個東西 可是你感受不到 所以感覺神經生理 感覺神經生理跟行為 這上面 哇 多好玩的一個題目 這是我一直很喜歡做的題目 好 所以 從視覺上面來講 我們都有眼睛 但我不用再問 有眼睛的舉手 或是沒有眼睛的舉手 這些都是眼睛 你看眼睛 我們比較熟對不對 OK 那 好啦 這是複眼 很多不同眼睛 說我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我每次都先問這個問題 我們都知道有個眼睛 可是 什麼是眼睛 什麼是一個眼 一個器官你要把它定義成 叫做 I 怎麼定義 這當然有定義的 我們沒有去注意到這一點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通常都要 同學回答這個問題 我想不用開放去問 我想 大部分的人說 欸 它可以感光 大部分的 同學都會告訴我 老師 可以感光的 它就是一個眼睛 我說不不不不 很多東西 很多部位 很多動物 它可以感光的部位 都存在 可是它不是眼睛 好 所以 所以眼睛它是一個定義 你看喔 這個呢 這個是 蜗蟲 它這邊也有眼睛 這個是很棒的眼睛 我們知道 Eagle的眼睛 那這個是 蛇 這個地方 有一個 Pit 這裡面 也有感光的 細胞 是 感什麼 紅外線 感紅外線 感熱 那你要說 它的眼睛 它眼睛是這個啊 這個我們就不叫它眼睛 所以眼睛事實上是有定義的 這個定義就是 它可以形成 當然它必須能感光 這是先決條件 它能感光 可以感光 但不一定就是 一個眼睛 一個眼睛必須 具備有空間視覺 Special Vision 這個空間視覺 它是具有 可以比較 來自於不同方向 光 亮度 可以比較來自於不同 光 亮度的一個 一個器官 它具有這樣的能力 好 所以它 可以 比如說 形成影像 它知道這個影像 而不是管它到底是 能看得多清楚 好 所以眼睛的定義就是這個 那這樣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問題 眼睛 這樣很多東西就是眼睛囉 剛才說的 我從 它上面 這個體壁就凹進去 那這上面會有一些 光感受器 有神經 不同的神經 連接著這個光感受器 所以 光從這個地方打過來 這邊的光感受器 產生反應 光從這邊打過來 這邊 它可以分辨 來自於不同方位的光線 不過它形成的影像 當然是不好 但是 可以分辨 那我們的眼睛當然不用說了 複眼 這是我有興趣的 那我怎麼知道 它看到什麼 它看到什麼 這是就是不大容易 我們不大容易去 去看出來的 所以 複眼裡面 這是我在做昆蟲學的研究裡面 我最喜歡 最喜歡 喜歡探討的一個問題 複眼 是可以形成影像 它可以分辨來自不同方位的光 那 這個 就有趣了 這是我日本一個 有 好朋友 叫Kentara Alikawa 他在年輕的時候 就做了兩篇Nature 他以為很簡單 他說 從此之後就沒有了 沒有Nature 他當時年輕的時候 他就發現了 他說 這個叫做 在日本的柑橘鳳蝶 公的母的 蟲子膠尾器 這是雄性的膠尾器 這是磁性的膠尾器 這是陽鋸 注意看 這裡有P1、P2 這裡有P1、P2 這個位置 都有 這個P就是Photoreceptor 是光感受器 它在膠尾器那邊 就有光感受器 要幹什麼 其實很多零翅木 這些蛾 蝶啊 都有 因為它膠尾的時候 陽鋸進去 它必須要確保密合 沒有光進去了 這兩邊光感受器 都不會再有光露進去了 這個時候 熊蟲的金包才會 開始疏瘦 你要說這個眼睛嗎 不是 可是他們膠尾好像也不能 回頭過來看 所以他們就發展了 後面有這麼一個光感受器 做這件事情 好這個不是眼睛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來給各位看 那我們的眼睛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複眼 複眼說我們如果去類比的話 它也有我們有視網膜 然後也有一些 呃 這個光感受器 它也有光感受器啊 它光感受器 後面啊 那光學結構呢 它也有 光學結構也有 所以複雜度 其實還蠻複雜的 如果看結構的話 我可以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光感受器 它複眼之所以複眼就是 有很多小眼聚集 複合而成的一個眼睛 所以它每一個單位 我們稱為我們Tedia 都是一個小眼 每個小眼它有一個光學的部分 光學的部分這邊 有Lens 有這個聚光 把光收集進來 然後聚光聚到中間 這一段通通都是 所謂的光感受器 這是細胞 這些細胞是神經細胞 它後面就有神經的傳導的這個 這個軸突出去了 所以它在這邊會產生 產生神經的反應 然後把訊號往後傳 好 那如果我們橫切來看 每一個小眼把它橫切來看 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光聚到中間來 這中間來 那旁邊這一半一半的 這一些都是光感受器 也都是光感受器 在原心這個部分 靠近原心這個部分 的細胞膜 就變成很多皺褶 這皺褶裡面 有感光的蛋白質 感光的色素 就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要聚到這個地方 然後引起這每一個感光細胞的反應 這個在電生理上面 就可以測到它的反應 這個是很有趣的 那每一個細胞 對於各種不同的波長 感受的程度 敏感程度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用電生理去 測量每一個細胞 插到一個細胞裡面 這個是我的碩士論文 來做一下 老師說要叫我做兩年 我三個月做完了 因為我在台灣 已經做了一年助理會 做這個了 插進去以後 你就很容易用不同的波長 不同的亮度 光的刺激 你得到了它的光譜感度 好這個是比較清楚的看 那解像力 一個昆蟲它的副眼對空間 它到底看得很清楚 還是看不清楚 看得比較模糊 決定在兩個小眼之間的這個假假 所以昆蟲大部分看得很不清楚 非常不清楚 非常不清楚 我們可以看到它們差不多 比它們看好上百倍的清楚 所以東西是看得很模糊的 所以等一下會有一個模擬的這個圖 那這個是剛才有說這個圓心的部分 我們稱為視關助理 電子顯物鏡 切下來以後 你會看到中間這個部分 這就是所有感光色素在這個地方 那都是每一個光感受器 貢獻在這個地方的部位 那這個地方有刺激到了 刺激到這個細胞 這個細胞對於不同波長的感光 就會有不同的形成的光譜感度 大家都看得到顏色 這是我們人的 眼睛的感光細胞 有三種 所以我們會有這一個 這個第二個是藍的 我們有RGB 我們有紅藍綠 這三種感光細胞 就是它對於光譜的這個敏感度 我們可以分成這三種細胞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分辨那麼多種顏色 事實上就是這三個細胞 往後傳的 這個神經訊號在腦裡面結合出來的 如果只有一個 當然就沒有辦法分辨顏色 看到了 人生就是 永遠就是黑白的 好 回到這裡 這裡是我通常要賣一下 為什麼要用綠色的pointer 這個以前用紅色的pointer 它的波長在這個地方 所以 所以色盲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去歐洲演講 歐洲的白人 孫官長應該知道 歐洲白人其實 十分之一 是色盲 有時候我在那邊 用紅色pointer 在那邊指了半天 看不到 所以用紅色pointer 是不好的 綠色的這個波長 剛好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不管是 它如果是個色盲 是紅綠色盲 不管少掉這個 還是少掉這個 這個細胞 對它來講 都看得到這個光點 所以為什麼要用 綠色的 當然沒有人找我代言 我們來 此笑一下 大家都很熟悉的 台北市捷運地圖 天啊 如果色盲人看到會怎麼樣 假設 我們就看藍綠色盲好了 我們 離我們這邊最近的 就心電線 心電 然後以前就會直接到 到淡水 現在改了 現在到這邊要換啊 那剛好紅色的跟綠色的 完了 紅綠色盲 怎麼辦 哇這條線 你分不出來了 紅綠色盲有兩種看 它少掉哪一個 哪一個光感受器 不管 一樣 紅綠色盲 它看不到 所以我們那個 這個圖其實應該改一下 對色盲的同胞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這是藍黃色盲 所以藍色跟黃色 它沒有辦法分辨 這就是色盲的問題 好 顏色 所以色覺就是變成 我們從眼睛 我喜歡看它眼睛到底 給我們什麼樣的資訊 色覺就變成 又是我最喜歡研究的東西 那什麼是色覺 我們要來講定義了 色覺 好 它說 跟它的光量沒有關係 它能夠分辨 如果這個動物 是可以分辨 坡長 不一樣坡長 不管是 譬如說 400nm 500nm 它可以分辨 分辨出來 但是不管哪一個比較亮 500的比較亮 沒關係 它還是知道這個是綠色的 400的比較亮 它還是知道 不管 紅色比較暗 它還是知道它是藍色的 沒有關係 我們就知道它具有 Color Vision 去定義一個Color Vision 你怎麼去知道 一隻動物它有色覺這個能力 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你做生理的方式 生理的試驗 你就可以去測試 像我剛才講的 用電生理的方式 你可以去測 它是不是具有至少兩種的光感受器 它沒有問題 一種的話 人生就黑白了 那兩種至少它看得到 像剛才各位看到那個 即使是色盲 少了一個光感受器 它還是看得到 那另外就是 你得問這個動物說 你到底 能不能分辨 這兩個不同的波長 兩個不同的顏色 所以一定 最後一定是行為 要去界定 所以我們雖然知道很多動物 它具有兩種以上的光感受器 我們事實上不知道 它是不是真的 真的可以分辨顏色 因為有些動物不理你 有養貓的 各位可能就很知道 貓是非常非常的 arrogant 你跟它求它也不理你的 你說 欸你告訴我 這個顏色 綠色這邊有一條魚 那藍色這邊這個盤子沒有一條魚 你能不能做試驗 貓不大量理你 狗就比較容易 所以狗很早就知道了 貓到現在 到了好像在十幾年前才 有人訓練貓 貓很難訓練的 我覺得在世界上 好 所以這光感受器的種類 有多少種 好 這個我們眼睛就是剛才看到這三個 那以昆蟲來講蜜蜂 蜜蜂 蜜蜂就三個 這個是紫外光的 這是藍色光的 這個是540nm的 綠色光 鳥都有四種 那昆蟲真的只有三種 脊椎動物 我們來看一下 脊椎動物 可以看得到 在演化上面 其實到鳥它有四種 可是另外一隻呢 從這個爬蟲 爬蟲類一直到 到這個 這個早期的 這個哺乳類 誒 四種就變成兩種 後來到了 猴子的時候 是 我們是屬於 開始多了一種 就是我們現在有三種 這個是 我們現在目前所知道的 那我們看不到紫外光 可是 早期的 還有鳥類這些 它事實上對紫外光是敏感的 所以以前 我念書的時候 都覺得說 昆蟲才可以看到紫外光 後來 近二三十年 它 大部分的研究出來 發現 我們 靈長類是少數 看不到紫外光的 脊椎動物 好 那 回來看昆蟲 這是用蝴蝶上面來看 有三種的 有四種的 有五種 誒 它的射覺好像比較厲害 我們有三種 對不對 所以 是不是越多種越好 這個問題 我們用這個 這個圖來做 來解答 三種的話 這個蜜蜂 我可以訓練 然後它可以告訴我說 它對於不同波長的分辨率 也就是說 我如果訓練它 譬如說這個是400nm 我讓它認了這個400nm 先不管它的行為 實驗怎麼做 然後我就開始調 另外一邊的 給它的光 就調401nm 402nm 我調到一定的 像這個的話 最低就是 四個nm 它就可以分辨出來了 那這一邊呢 它有五種 它不但可以 看了 它可以 一個nm它就可以分辨 所以下次看到 那個蝴蝶的時候 我們要 要對它尊敬一點 它可以分辨一個nm 男生跟女生 在心理學實驗室 女生對顏色 還蠻敏感的 這件衣服 顏色 跟那個顏色差一點點 它就換另外一件 男生都青菜 太太在問他說 穿這一件比較好看 都一樣 所以人家有量出來 心理學有量出來 男生對這個顏色 非常非常不敏感 好 回到昆蟲 五種看起來很多 這幾年我們做的 這個是我們的 保育類昆蟲 叫做黃賞鳳蝶 珠光鳳蝶一樣 我們也做的 一樣九種 九種就很多了 最近我們跟 剛才我講的那個 日本老師 我的好朋友 我們在 在合作這個 這個叫做 清代鳳蝶 十五種 十五種 要這麼多種幹什麼 然後他的眼睛真的那麼好嗎 他的色覺真的那麼好嗎 那現在目前的紀錄是 海裡面的這個 這個mantish shrimp 這個螳螂蝦 這個是 台語叫什麼 蝦菇黑狗 那這個是在澳洲大寶礁 美國有一位教授 他專門研究這個 一輩子研究他的眼睛 他就發現 這眼睛上面他有十六種 那這個是舊的資料 因為這裡面還有分他 對偏激光的改變 所以總共會有十六種 我們現在有發現十五種 在陸地上最多的 就是我們剛才那個紀錄 好 那這個他現在看一下 這個圖 所以在那個 Google上面 就可以找到這個圖 他很可愛 他對這個地方有個bang 他是每個眼睛在那邊自己獨立動 他就好像掃描器一樣在那邊掃 所以他可以比較 但是他總得擦眼睛 好 那蜜蜂怎麼知道他有的顏色 我剛才講過行為研究就很重要 你要讓他告訴你 那這個事情 第一個被做出來就是 這位先生叫 Karl von Frisch 那Karl von Frisch 他怎麼做呢 他用糖水把蜜蜂引過來 蜜蜂太好做實驗了 如果你喜歡做蜜蜂實驗的話 歡迎你來找我 我可以教你做很多 他蠻好玩的實驗 你可以把它引過來 然後在這裡放很多顏色 你就把這個盤子放在這邊 蜜蜂 這個藍色的地方 他每次來 但你可以一直換位置 他每次來就會認 這個地方有糖水可以喝 他就會學起來 然後呢 然後呢 做完了 你看做這個實驗 剛才還記得那個Color Vision的定義嗎 你必須要排除掉 不是因為亮暗的關係 不是因為這邊亮暗的關係 所以各種不同灰階 不同的亮度 你就可以讓他 很清楚 他還是來到這個地方 那你就可以認 這個就 他就拿諾貝爾獎 沒有他拿諾貝爾獎 有三個東西 非常非常重要 這Color Vision 1973也拿諾貝爾獎 他第一個 大家熟知的 就是跳八字舞 蜜蜂跳八字舞 很好玩 不到容易看 不過我最近想要 幫動物園那邊建一個觀察箱 然後希望可以 以後小朋友去那邊 就可以看到蜜蜂跳八字舞 我們是常看 他不像看 他挑八字舞或圓形舞 他就界定出來 如果是距離這個蜜圓 如果超過一百公尺 他跳八字舞 如果在一百公尺 比較近的地方 他就跳圓形舞 他當時就把蜜蜂給 用顏色點在上面 他沒有像我用刺青的 他用點顏色的 他點顏色的話 就可以看每一隻藍 那再來就是他鑑定了說蜜蜂 具有色覺 另外他也證實了 昆蟲是可以看到形狀 分辨形狀 你可能 今天沒有辦法在這邊多做 形狀的那個研究的解釋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你擺這個樣子跟擺這個樣子 蜜蜂分得清清楚楚 一條這樣的線跟這樣的線 這Orientation X 我們也去看了 不過他的這個 這個行為實驗告訴我們 加號跟乘號 密封是不會分的 所以說三乘五跟三加五 對他來講是一樣的 他沒有辦法分辨這樣跟這樣 這兩個對他來講是一樣的 因為他只有三條 三個Orientation Sensitive Neural 他對形狀視覺 最敏感的神經就有三個 我們對不同的角度的線 通通都有神經在腦袋裡面 他只有這樣 跟這個樣子 跟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叉叉再加上一個重的 那這個後來我跟 我好朋友的 東海大學卓惟民老師 他在做蜘蛛 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可能就是為什麼 我們看蜘蛛網上面會有 影帶 都是這個樣子 這個後來我們就發表一篇文章 去解釋這一塊 非常match 你就把他的 這個影帶的這個角度 拿來量 然後去看這個Orientation Sensitive Neurons 我做出來 那個蜜蜂那個是 我做的研究 發表的 你把那個角度放出來 一放 完全match 所以演化上面 因為蜘蛛要吃我的蜜蜂 好所以我就 興趣是 腦裡面是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就看腦裡面 看腦裡面就 總是要去做 做他的反應 所以電生理就是我的 我的一個武器 剛才說的 如果在光感受器這個地方 你插了一個電極進去 你給他一個光 你可以得到這樣的反應 然後如果在這個地方 我們稱為Lamina 這眼睛的光感受器 這個神經就往後傳 傳到另外一級的神經呢 這邊你插了一個電極 你同樣給個光 他反過來變這個樣子 這是depolarization 這個hyperpolarization 可是再往後呢 得到的都是這個 那這個沒什麼 你給他什麼光 只是強弱而已 他不會分辨顏色 這邊你找不到 找不到 可以分辨顏色的神經 所謂可以分辨顏色的神經 是什麼 我記錄這個神經 我給他這個波長 他給我一個反應 然後我給他另外一個波長 他給我的反應 是另外一種 譬如說他就抑制 跟興奮的反應就出現了 好 所以我們就對於這個 這個地方非常有興趣 那既然這邊光感受器 分為這三個 UV, Blue, Green 這三個 那我們想要找到的是 所謂的顏色結抗的細胞 可以分辨顏色的神經 那這個我們就簡單 COC Color of Pornosel 那這個地方就不好記錄 不過在 在講這個Color of Pornosel 我們記錄之前 我先介紹一下這個 我們人也有 我們人在這個地方 在混腦勺這個地方 V4 我們地視區 非常對顏色敏感的 訊號都往那邊送 那如果你在你的視 你後面記錄一個細胞 記錄到這個所謂的 Color of Pornosel 你記錄到一個細胞 你可能給它一個波長 它可能得到的是 這樣的反應 是興奮的 可是如果你給它另外一個波長 它可能就抑制掉了 那我們人的會有這個時候 Centered Surround 就是你會發現 給不同波長 它落在不同的位置 而是一個同心圓的概念 落在這個地方 跟落在旁邊 落在旁邊的話也是抑制掉 所以它對於這個空間上面的分佈 這個視覺刺激 會有不一樣 但是它對波長 也會產生不一樣的反應 好 所以 為了去做這個實驗 我們想一下 你如果眼睛的Photoreceptor 光感受器上面有三種 紫外光的 藍色光敏感的 還有一個是 綠色光敏感的 有三個 然後你去記錄到一個神經 這個神經 會產生什麼反應 興奮的 抑制的 還有一種就是不反應 所以我們三的三次方 我們就知道 如果記錄到一個神經 它可能 會有 二十七種-一 一種就是全部都不反應了 所以有二十六種 二十六種的反應 這二十六種反應呢 其中有十四種 是我稱它叫做 non-opponent cell 就是說 好了 比如說 它都是興奮型的 它並不會分辨 我到底是給它紫外光 還是給它綠色光 或是藍色光 它都反應 通通都是興奮 或是通通都是抑制 那當然就 它沒有辦法分辨 或者是我其中給了 比如說我給了這個 藍色光 它興奮了 給了 綠色光 也興奮了 然後給了紫外光 不反應 那這個它也不會分辨頗長 所以我們就這樣去看 那那個就不是顏色結抗的細胞 那比較有趣的是 我想要知道的是 color-opponent cell 顏色結抗的細胞 不管你給它認兩種 它就會有一個興奮型的 一個抑制性的反應 就給你看 所以這樣有十二種 那我們人呢 這種顏色結抗的細胞 總共才有六種 那昆蟲到底有幾種 1977年 在Manzo Group 這是在德國 一個非常有名的 神經生物學家 它那個時候 有記錄到四種 然後就停了 那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是興奮的 有些是抑制的 可以看得到這個結果 那到底真的是只有四種嗎 這就是我的懷疑 是真的是四種 還是不是 這就是我想做的 所以我們 好 就建構儀器吧 迷茫茫這個地方 電森裡電極插到廊裡面去 電腦收訊號 電腦可以控制 控制這邊有快門 然後也可以控制不同的色光亮度 我們就可以做了這些 然後就犧牲掉很多研究生 研究生就好可憐 因為這個很難 要訓練做這個電森裡 他 這些研究生沒有一個人 是兩年畢業的 好可憐 好 因為他光要學會這些東西 就是這個技術要純熟可以記錄到神經 而且還摸熟了這些東西 就花掉快兩年了 我們記錄的位置 就剛才講的這個地方 Nobula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 Nomoporonseil 沒有什麼好玩的 不是我們要 我們要的是那十二種 那十二種的細胞 就好玩了 這是例子 比如說我給它光刺激的時候 紫外光刺激 這個就抑制掉了 這個地方就抑制掉了 藍色光 或是綠色光 他就興奮了 他會分辨 他會分辨這個波長 所以 這十二種裡面 十二種的combination裡面 跟顏色結抗有關的 這是原來四種被記錄到的 這兩種 加上這兩種 那勾勾的是我們記錄到的 所以我們只有 記錄到十種 對不起十二種 記錄到十種就不錯了 那已經犧牲掉三位研究生 現在還有一位正在 很可憐 好 那這兩種 到現在就是記錄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真的也沒有 那我們也不曉得 他後面的生物意義是什麼 或是他真的有 我們現在以目前技術 還沒有辦法找到 所以現在那個 所有的研究生 我當然不是要他補這兩個 我現在是要他 把這些細胞 要記錄的 我就要希望知道他腦裡面 他怎麼知道他腦裡面 去延伸 他的這個訊號到哪裡 到他的Mushroom Body 到他可以記憶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比較有趣的 是我們正在進行的 故事到這邊 另外一個故事 跟色覺有關的 不過這就有點形狀的意味了 形狀視覺也是我覺得有趣的 那通常我們知道 昆蟲會看到紫外光 然後 長期以來我們就被教育說 這個花呢 我們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可是花會 反射紫外光的部分 比如說這個比較白的 這是用一個紫外光 可以感受的 camera 去拍的 這個就是可以反射紫外光 中間比較暗的 這個就沒有 形成一個pattern 就變成 變成是一個 叫nata guide 就是他的祕標 所以好像蜜蜂就飛過來了 然後就看到 所以都以為 很多人都誤以為說 蜜標就是紫外光 所造成的 pattern 沒有 蜜標 這樣可不可以看 如果他這樣可以看 也知道這是蜜標啊 所以蜜標不能 不能說是用紫外光 這個觀念已經是落伍了 不過以前被教育的時候 就被告知說 這個蜜標就是因為他有紫外光 反射的差異 然後蜜蜂或者是蝴蝶 他看得到紫外光 所以他 沒那麼懂 不是那個樣子 那更何況 如果你去把所有的花都拿來 你去用紫外光去拍 紫外光的camera去拍 你真的可以拍到 這個有反射紫外光的部分嗎 其實 只有少數的花才有 所以那個觀念不是太正確 我要先講這個故事 就是回到我剛才講說 這個做蜘蛛 從高中做蜘蛛 可是我開始當助理教授的時候 那時候在中興大學服務 那我的好朋友 這個東海大學的卓一鳴 現在是院長 卓一鳴老師呢 他做蜘蛛 他做這隻蜘蛛 他的蜘蛛都吃我的蜜蜂 很奇怪 他都吃了很多蟲 可是白天都吃了很多蜜蜂 蜜蜂 就在這個地方 就掛了 掛了就隨便他吃 那他有一天就很興奮 說來來來 你做視覺 讓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吃你的蜜蜂 我們來看一下 那到底是不是因為這裡 反射紫外線 反射的比較多 好像紫外光反射的比較多 就會把蜜蜂給吸引過來 然後我就用儀器去量 用這個光譜儀去量 這個地方真的反射 這種黃色的地方 就反射的比較多 反射比較多的紫外光 然後就覺得 好我們兩個就 就 paper 寫一寫 偷到 animal behavior 一下就被接受了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 我人剛好那個時候 在東北出差 坐車坐了六百公里 快死掉了 然後他就打開 安誠我們 paper 已經被接受了 好高興 好好好 掛了 然後我睡了一覺起來 就打電話說 不對 我覺得我們做錯了 那怎麼辦 他說你千萬 千萬我們再繼續做 他可能怕我把那個 paper 抽回來 withdraw 就像最近不是說什麼 好啦 好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這樣做我們 推論是對的 但是紫外光 是不是就是他 誘引昆蟲的原因 你不能說他反正紫外光 他就是誘引昆蟲 好 這是他的研究 做得非常好 他就發現台灣的人面之珠 你在南人山 你可以找到這個棕色的 這個是典型的 我們看到花花 黃黃的這種典型的 那這個是棕色型 比較暗的 他們抓到的蟲子差不多 可是如果你到蘭嶼 蘭嶼有一個地方叫仁愛橋 我就曉得有興趣去蘭嶼的話 有一個地方你騎摩托車 然後仁愛橋就往 下面是一個溪流 往下去 他就帶我去那邊看過 我就去那邊去蘭嶼 那他做的實驗呢 就發現說 好如果是 那邊有一種是 就純黑的 黑色型的 然後一種 就是還是一樣跟我們這邊一樣的 他去做DNA 都發現他們是同個媽媽生出來的 可是呢 這個呢 抓的蟲就比較多 這個抓的蟲 就比較少 所以他認為 這個去量出來 沒有紫外光反射 這個有紫外光反射 嗯 可是我一看 他有Pattern啊 你不能排除他的 身體上的 花花的 的形狀 好 所以我就去 把這個 教學會把它畫出來 然後就一個一個去量 量每個地方的 位置 的反射波長 然後去算 當然比較複雜 就不在這邊介紹這個 比較細節的 學術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是背面 這是負面 負面人面之珠 它形成對比 跟背景形成對比 那再來要用 昆蟲的視覺的 東西去算 我們就算出來 昆蟲看著 蜜蜂看到的 解像力很差 所以起來就變成 這個樣子 負面可以抓到比較多蟲 它大部分抓到蟲子都是負面 因為它就網在這邊 它就貼在那邊 然後 然後 蜜蜂就從這邊飛過來 就掛了 那可能這個 這個 這個pattern有一點意思 然後我們就把pattern 投出去了 也接受了 然後 然後把那個 那個黑色的拿來看 它跟對比 它跟背景的對比 就是這麼暗 難怪它抓不到蟲 根本 表示說 那個看得到那個pattern 是有意義的 那蜜蜂是看到那個pattern 不是亂撞的 不然的話這個一定也可以抓到很多蟲 那我們投出去了 哇 就 連德國 德國都有報紙報導 整個都是德文 這個也是什麼 法蘭克無限風暴吧 不然有一天就報導這個東西 欸 然後全部德文都看不懂 只看得到自己的名字 看得懂 他說要寫了什麼 然後他們就一直猜說 剛才那個 負面的那個可能是一朵花啦 可能是一個 那個什麼 原始的花的樣子 對不起 我不是植物學家 我也不曉得 古時候的花是長什麼樣子 好 這時候就好玩了 事情過了以後 隔了幾年 我到 到台灣大學服務的時候 第一個事情就想 我們台灣大學那個時候 五年五百億 還有錢 就引起一個叫做 好像你有crazy idea 你就 你就申請 然後 然後他就會給你錢 欸我申請 申請上了 然後我就想要做這個 結果後來又接到一通電話說 你不能同時有兩個這個 什麼 賣頂計畫之類的 因為我另外一個是 蜜蜂消失的議題 所以 所以就把我這個錢給 拿掉了 抗議 可是我東西都買了 我東西都買了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camera 他可以感受紫外光的 然後我就把它架起來 然後就 弄起來 弄起來以後呢 這個兩個馬達 所以裡面有一個轉盤 就是一個濾鏡 如果濾鏡 我可以放三個濾鏡 根據這個光譜感度 蜜蜂的光譜感度 我們請了中央大學的 陳生輝老師 他現在是光電所所長 他是幫我們做 那個濾鏡就根據 那個穿透 就根據了這個光譜感度 就是這個黑色的 這個濾鏡就做給我們 免費 所以沒有經費 沒有關係 免費 好 我們把它裝在這裡面 所以就拍照 那每一個影像就拍三張 因為我想要疊 疊出來 看到的影像 就像我們眼睛只有RGB 其實這個projector 打出來有不同顏色 我們這個projector 打出來不同顏色是怎麼產生的 也是同一個影像 用我們眼睛的RGB 這三個濾鏡 把三個不同顏色的影像 疊在一起 你就看得到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去把那個密封的疊出來 好 那我們就得到這個寶物了 這個是寶物 陳生輝所長給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呢 沒有經費就 吞了 好 那第一張 我們第一次就跑回去 好 那協助我的是 焦傳經老師 那是清華大學的焦傳經老師 那 這是我 年輕的時候 這個是卓越銘老師 然後我們就開始 那個UV Blue Green 這是UV 這是Blue的那個 那個濾鏡拍的 這是Green的濾鏡拍的 看起來第一次發現 我們在UV Vision 在UV底下 大家都變老了 那糊雜都出來了 好 所以我們就做出來 好這個 有UV的影像 有Blue的影像 有Green的影像 我們就把它Merge 把它疊起來 但是不是只有這麼簡單 這個疊起來 那我們也要算喔 這個解像力會不一樣 所以它10公分 20公分 30公分 那個解像力是可以用 物理去算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些 那也要經過一些計算 因為你這個光亮度 要很嚴格去控制 是神經可以反應的範圍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些校正 好 不管 疊出來就這個樣子 這個是 這個是背面看 這是負面看的 然後解像力 變模糊 比較遠的時候 就變這個樣子 那 我給它什麼樣的顏色 Coding UV就有問題 你說Blue的話 我們就有Blue的顏色 我們看得到 那Green的話 我們Green是一樣的 那紫外光的部分怎麼辦 還好我們是RGB 我們就把紅色 coding到UV的影像裡面去 所以就疊出來了 疊出來以後 就那個形象就出現了 我們 我們也 對不起 我們也 看不出來 到底這個是 就是 霧面這個到底有沒有什麼 古時候 遠古時期的 植物的 花的樣子 所以我從來不承認說 我們 我們對於這個 古時候 但是很多人就猜測 那 可以感受到 它相對來講 比較紅色的地方就是 它反射紫外光比較多的地方 那這個Pattern 是不是非常有意義 這個是可以去 繼續做探討的 好 那 這個我要轉回來 我自己的研究 我就覺得有趣啊 形狀 視覺 加上顏色 在我們腦裡面 這是我們大腦裡面 有一個model 比如說我們大腦裡面 視覺 可能是 有這個motion的 有一個形狀的 或者是 形狀加上顏色 或者是motion的 跟東西在動 你都可以感受到 那顏色本來是 形成對比 形成對比 形成一個 一個color contrast 其實就在呈現一個形狀 所以這個形狀到底 如果以蜜蜂 如果我是一隻蜜蜂 我是一隻蜜蜂 我去看一朵花的時候 我到底是看它形狀比較重要 還是顏色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就問這個問題 到底是 顏色還是形狀 會比較 比較重要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實驗 那這個研究生 他的powerpoint做得非常好 他也沒有用 用別的 他用powerpoint 你自己在那邊拉線 然後讓它動 各位欣賞一下 我這個 這個 這個學生 好 他說如果蜜蜂盼 看到一朵花就飛來了 他藏了以後呢 他覺得那個東西還不錯 有甜的 但是換另外一朵花 那東西 不甜 他當然就不要記這一朵花 可是他又看到下一朵花呢 欸 他覺得也不甜 這東西也沒東西吃 那他又再找 所以他到了第四朵花的時候 他又開始覺得甜 所以他可能腦袋裡面 會記住這個樣子 這是他想的 但是 很快 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問題 那請問 這一朵 到底是甜或不甜 好 那是不是我們 我們蜜蜂是不是這麼笨呢 沒有 他另外有一種方式 蜜蜂這個方式 如果你去觀察他行為 你就知道 好 這個是他不知道 然後他就寫說 他要去check圖件 好 學生很有趣 好 他說 他有另外一種 strategies 有另外一種策略 那怎麼做呢 他說他看到一朵花 然後嗯 藏了以後他覺得good 好 然後 他就記住了 然後 那下一朵花來了以後 他就 跟他原來那朵花不一樣 他就跳過了 他幹嘛去管那朵花 他就找同樣的花 欸 這樣是不是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他跳過了以後就好了 當然這個是比較偷吃步 不過 這個事情我們就覺得 欸不錯啊 這個叫做定花性 flower consistency 我們以為我們多厲害 結果一查 達爾文 1876年就告訴你說 昆蟲如果要仿花 不會笨笨的 可是我們常常在花園裡面 看到蜜蜂這樣一直跳跳跳跳跳跳跳 其實他 他有short term memory 他知道 所以他仿花不是像 一個一個嗎 他是記得 他是知道哪一些 是他要的 他說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昆蟲必須要能夠這樣 walk quicker 他必須要能夠 他必須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 他飛出去是需要很多能量的 所以如果他 採用這個定花性的 這個flower consistency的方式 他當然可以減少這個 體力的消耗 能量的消耗 當然就是演化上就會告訴他這樣做 好啦 問題是他要去看花 他知道他要什麼花 那他飛到那個地方去 有很多花的時候 他要認他那個花怎麼辦 有四個因素 這兩個是視覺 另外是嗅覺 另外一個是位置 他必須要靠這四個cue 問題是到了那麼近的時候 位置 已經不是問題了 因為他如果是遠遠距離 他知道到那邊 不知道那邊 到那邊 這裡有很多花 他要拿一朵 嗅覺呢 那些味道混在一起 也不大容易讓他去分辨每一個 所以不會是這個 所以一定是 形狀跟顏色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問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問題呢 就回到生理上面 如果說是color in 的話 一定是這三個光感受器 進到腦裡面的神經 那如果是形狀的話 只有這個green photoreceptor 會進到神經 可是 這兩個通路 到了大腦裡面去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或者是 之間是不是有什麼intention 我們完全不知道 我們完全不知道 那我們現在只能做的是 從行為上面來看 到底是韌花還是 韌花的形狀還是顏色 我們就用蜜蜂 我們就做這個試驗 我們用兩個monitor 形成影像 可能是顏色 也可能是圖形 那這個盒子呢 這個盒子你要放糖水 所以我這一個壓克力做的 然後這有電腦去控制這兩個影像 好 那 這個 這個white hollow 這個有一個出口 那 不遠的地方 25公尺的地方 有蜜蜂的蜂巢 我們就用糖水把它引到這裡面來 25 好我們看要飛進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飛出去 下次來哪一隻你不知道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不是科製 我們還是用 用顏色去標它 那你用顏色去標它 很簡單 我們傳統做法很簡單 這color from fish 在1910年代他就用這一招了 他就給它標 這個 胸背板是十位數 這個腹背板是個位數 所以可以標兩個顏色 所以你最多可以 看你有幾種顏色 你就可以 有 十幾二十種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標 標記方式 好啦 那標好了之後 我們知道每一隻 進來以後 我們訓練他 他看到了顏色 好那看到顏色假設 這個 這個 藍色的是 裡面有糖水 然後他下次來 他 可能會 弄錯 知道這邊沒有 他可能這樣飛回來 因為裡面都沒東西 他一定要找東西吃 就會 就會 他就會學 慢慢學 那每五分鐘 你要換一下 兩邊的圖像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得到 訓練 讓他得到訓練 三小時之後 你去看 你會發現 蜜蜂很聰明 蜜蜂很聰明 不管你怎麼換 只要 糖水跟那個圖形 一樣 或那個顏色一樣 他就學會了 他就學會了 那這個可以 在家裡面自己做 好 你就要一點糖水就好啦 那糖也很簡單 就是 Starbucks那個糖包 就解決了 好 那你就可以訓練他 當然這個有一些 做calibration 你必須要 確保你的這個 視覺刺激上面 這個monitor上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些 物理上的 的量測 然後會得到 他們兩邊是沒有不一樣的 好 那我現在要訓練了 我要訓練蜜蜂 喔對 這邊講一下 不要以為蜜蜂 他就這樣乖乖訓練 我們的訓練過程 我們知道 他每40分鐘 要下課 10分鐘 這個 你沒有做這個實驗 你不知道 你40分鐘過後 如果不下課 像我們這樣要連續講 一個半小時 我告訴你 他爸課 他來就跟你亂 你那個數據就不能用 甚至他就 一看 你不給我下課 那怎麼下課 就是剛才前面那個 那個入口那邊 我們先關起來 他弄一個糖水在那邊 給他喝到飽 這個 這個 中場休息的時候 要吃點點心 吃一吃 10分鐘以後再打開 你把那個糖水拿掉 他又進來 又在那邊看是藍色的還是什麼 好 這個是 這很好玩 40分鐘非常準 那我們給他先分辨 如果是這個 橫條紋的 pattern 有糖水 訓練他說這個有糖水 這個沒有糖水 然後訓練完了以後 如果確定他會 他在訓練 藍色的他是有糖水的 這個是沒有糖水的 然後完了以後 我們要test 也就是這個跟這個合起來 這個跟這個合起來 那如果 如果我們訓練完以後 做這個測試 讓我們知道說 如果他 測試了 結果他是喜歡這個 那表示 他是認顏色 他不管那個形狀 對不對 好 那如果反過來的話 他就是跟形狀有關 跟形狀有關 跟這個綠色他這個不管 因為我們沒有訓練他 綠色 好 那 當然這個就是要做 還是要很嚴謹的去 equal area 這個面積什麼 intensity contract 通通都要一樣 好 那這個當然就是 我們也在做一些calibration 好 結果 結果出來了 訓練很好 他知道這個有糖 訓練完以後知道 他這個有糖水 一喝起來 他要他 他不是要他 他要顏色 他要顏色 然後呢 我們在玩 回到原來這個測試 這個測試完了以後 再測試再做一次 反正他還沒死 他還繼續來 還不錯啊 他還是認得他 他還是認識他是有糖水喝的 所以這個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簡單結論 好啊 他可能 那個形狀是 doesn't matter 但是後面 還好啦 他還是 還是 可以記住 雖然比較短一點 還是可以分辨 那 繼續 那坐到這邊 我學生就說他畢業了 這個時候我就說 是這樣 那你有沒有測試 這個完了以後 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先測試一下顏色 你先訓練他的顏色 你那個結果可能跟這個有關 或者是你的 你的這個 learning order 或者是你的 因為藍色事實上是 蜜蜂 蜜蜂天生最喜歡的顏色 好 那是不是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你 你通通都要去把這個音質排除 然後他就拍了一下頭 就像柯壁一樣 拍頭 然後就說 阿呦天啊 好吧 那我們就 就 再要呈現的結果就是說 如果是 先 先形狀 然後再 這是有糖水的 那測試完以後就是 他喜歡的patterns 在下面 然後 我們就看 總共他就要做完 為他拍一下頭 做什麼事情 要做這麼多 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都要做完 做完以後 還蠻好玩的喔 哇 果然藍色是他比較 他的天生比較喜歡顏色 他還是 百分比會比較高 那 綠色你去訓練他 他也是 會 會學 不過在測試的時候 就六十幾而已 就不會有那麼好 所以 藍色還是他Innet Preference 比較喜歡 因為訓練是比較容易 那 綠色的話就是 比較低 所以我們 得到結果說 好 這個是 他喜歡 顏色 顏色從訓練上面 他也是比較容易 學習 形狀 他比較不容易學習 好 那我們有 就想 寫paper 就要想說 最後你這個故事 要掰一個故事 怕人家不接受 我們的這個 這個說法 我們就說 在遠古的時候 反正沒有color vision 然後後來 這個color vision 後來才演化出來 這是確實 那 如果我們要從密封的角度來看 他看到 這是他喜歡的花 然後呢 所以他記住了顏色跟形狀之後 如果他下次來 形狀改變 風吹日曬雨淋什麼的 然後 他再來的話 可能顏色會提供他 一個比較reliable 比較 比較確實 或者是比較可信度 比較高的 一個訊號 這個是我們的 形狀顏色的探討 他的感知世界是這樣 幫我們校長請出來了 然後 再來我要講我後半段的 就有關於磁場的部分 那因為要做這個 剛才跟各位報告 因為要做這個蜜蜂消失的議題 那我是負責農藥 這個農藥到底怎麼樣去影響到蜜蜂的健康 那當時就是校長 他說這個是世界議題啊 那我們台大要進白大 世界議題一定要加入 所以就找了 有興趣 而且在做蜜蜂的 在校內裡面養蜜蜂的人 我們就被拉進去了 校長很好 給我們指導 然後有這個經費 但是因為蜜蜂消失 那就想到蜜蜂在導航上面出現的問題 我們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我到日本我到東京我都不懂日文 雖然我姊姊住在北海道 所以我到東京以後我也不懂日文 她懂我至少要有人問 那如果你要有GPS那就很好 你有Google Map很好 可是對於昆蟲來講 它怎麼看蜜蜂 它怎麼看蜜蜂呢 它靠天空上的可能太陽的位置 如果太陽被烏雲遮了 它可能靠偏極光 產生著天上的一些Pattern 或者是它看 如果有101的話 那就看101 它知道那裡有東西 那裡有山 這個它都看得到 沒有問題 所以Landmark沒有問題 但是 它還有對磁場感應 對磁場感應 剛才我一開始問各位 除了後面有兩位先生 是說對磁場有敏感 其他大部分都不敏感 磁場這個東西一直存在在地球 我們感受不到 可是我們傳奇以來 很多科學家就對這個很有興趣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 開始去study這一部分 這個鴿子做最多 做非常多的這方面研究 鴿子 如果你把它的頭那邊綁了一個磁鐵 會干擾到它對磁場的判別 它飛回家的路徑就會有問題 這個是海龜 海龜原來是走這個黑色的線 它在這幾個島這邊 跑來跑去找東西吃 你給它沒事背一個磁鐵 它跑這麼遠 繞一繞 天啊 所以 那這美國的帝王碟 美國帝王碟是可以遷徙的 它每年會從 這個加拿大南部 遷飛到這個 墨西哥北部那個地方 所以它遷徙 8月的時候我去美國 EPA 美國很擔心 除了蜜蜂之外 這些獸粉昆蟲都在消失 其中一個 也就是它 他們也想要保育這個 所以歐巴馬 給了很多錢 在保育蜜蜂跟熊蜂跟這個 這個帝王碟 所以它也會 會遷徙那麼遠的地方 它當然跟磁場有關 因為它必須要我們感受到方位 那 小昆蟲呢 這蟑螂 蒼蠅 或者是白蟻 哇 他們會不會 有磁場的感受 我不能叫它舉手啊 那有一個人就 有幾個人 最早就是 最早就是95年 他們就開始 這研究 他們就趁著它 晚上或者是 休息的時候 給它 磁場的干擾 用強力磁鐵去旁邊 然後圍起來 然後在外面 用強力磁鐵 去干擾它 結果發現 它休息的 就好像我們睡覺 睡到一半會 會轉一個角度 他們也會 這個實驗還蠻好玩 等下我再介紹 我們蜜蜂做的就很清楚 所以長期以來 我們對於 生物感受磁場這件事情 是很好奇的 而且在細胞學上 也有一些人做出來的 那我以下就介紹 可能有幾個 幾個可能是 在細胞學上 它感受到磁場 第一個 它本身 我們在細胞裡面 就有 感磁的顆粒 或者是磁鐵 或者是磁性物質 像這個就是細胞膜 細胞膜這邊有個離子通道 也就是這個離子 納離子 綠離子 甲離子 可能會從這邊進出 那這個是感磁的 如果磁場 產生改變的話 它會把它關掉 這本來是通道 這樣把它關掉 那這樣的話 離子的反應 在細胞上面就會產生 很大的變化 那另外也有人提出 另外一個model 就是 這是細胞膜 那事實上 有一些顆粒在這個地方 可以把這個 這個每個洞都是 一個離子的通道 那這個都是它的蓋子 但是每個蓋子都牽到 一根感磁的東西 磁鐵 那磁鐵就跟它牽到 所以當磁場改變 彎過來這邊的話 這邊都打開了 這邊都關起來了 那彎過來這邊的話 這邊打開 所以有人提出來這個 那另外一個叫超順磁 the particle superparamagnetic particle 那細胞 裡面充滿著小顆粒 那這些磁性顆粒在裡面 當磁場改變的時候 這個細胞 可能被擠壓成另外一個形狀 被拉成 好 那 他們認為說 好 那這個可能 跟細胞某在這個地方 裡面有很多 或這個小顆粒 這小顆粒都 都跟著 跟著這個細胞膜連結 所以當 這個磁場 也不同方位的時候 它就拉 就聚在一起 或者是分開 那這個離子通道 就會打開或關起來 這都是我們想像的 目前 在拆的 好 那 目前這個有磁鐵 這個事情了 就是 脂羹鳥 那也記錄到 三叉神經 有電生理反應 那另外一個是 鴻尊 也是一樣 也是有磁鐵被發現 也是被記錄到 有電生理的反應 好 那另外一種 是 化學的 它有一個蛋白質 叫影色素 Cretochrome 這個影色素 這影色素 好了我們就不要管這個結構了 我們直接看 它的 它的猜想的 是因為這個影色素 它對光很敏感 然後它如果照到光以後 而且是叫短波長的光 譬如說藍色的420nm 這樣的光 或紫外光 照到的時候 這個影色素 對磁場就有感應 就有反應 好 所以譬如說一個 鳥 然後這個 這個還沒有改變的時候 照到光以後 本來照到光 還沒照光以後 這個電子鬼域是兩個連在一起的 照光以後就打開了 打開以後就在這邊 電子就跑 如果是沒有改變的話 它就又回來了這邊 但是如果一旦改變的話 可能有個電子就跑掉了 它就形成另外一個反應 這都是我們猜的 但是我們都沒有人知道 真正的 這一個作用機制 這個都還在研究 那 好啦 那誰是這方面的代表呢 過癮 有人就去 這個是一個線圈 這是一個線圈 所以這邊 這個磁場的方向是這個樣子 他就把果銀 放在這裡面 裡面給他東西吃 所以他這邊給他磁場 他就記住了 記住完他學會了 注意喔 要打光 不打光他不會學 好 那再來就打光 然後這邊管子 這邊也通了 通電了這個磁場的方向 兩個方向就不一樣了 也就是去統計 兩邊跑跑跑 他就最後 他原來學什麼 他就往那邊跑 那 這個 Cretacrom 就被證實在 果銀裡面 沒有鐵顆粒 那這一些 也都被認為說是 跟Cretacrom有關 而不是 真正有磁鐵 蜜蜂呢 我們要問的是 那蜜蜂到底 能不能感受磁場 然後用什麼樣感受 那個機制是什麼 它的系統是怎麼 這是我們問的問題 那在過去 有人就把磁鐵 放在一個蜂巢裡面 然後給它去 改個方向以後 你會發現它的槽片 做出來的就 方位就不一樣 所以它在裡面 感受到磁場 在裡面是暗的 不需要光 所以顯然不是 不是這個 Cretacrom 在作用 另外 你如果訓練蜜蜂 這個 這邊有放糖水 下面放一個這樣 朝向的磁鐵 跟這20%的 這個比較不甜 這個比較甜 這個是錘子的 它會認得 它會認得 你要放在一起 它就會 放在一起 它就會找那個下面 磁鐵 但不要給它看到 雖然都放水 它就會一直去找這個 找這個 磁鐵是橫的 那另外一個 這個1972年的 做法 真的給它綁一個磁鐵 在它身上 然後它就飛出去 它原來到花 結果你給它綁個磁鐵 它就 跑不到那個花 花蟲去了 這問題所在 那蜜蜂可不可以 像剛才我講的蟑螂 你給它 它睡覺的時候 你在 給它改這個磁場 它會不會睡覺的時候 就換 它事實上是睡不睡覺 另外一回事 但是它 體軸就會換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就 給它放在中間 這個是強力磁鐵 很簡單 外面要把它圍起來 所以用一個petri dish 那這個是圍起來 它 它不會看到這個 這個改變 所以我們就做這樣的實驗 去 玩它 那 很好玩 就是說你 白天把它抓了 然後你以後 到下午6點 然後就讓它休息 然後到了晚上 這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 拍照 因為你要拍它的 體軸 休息的時候體軸 的方位 一點半到三點 你就每五分鐘 你就去改變那個磁場 就是剛才那個設備 那個磁場的方位 然後到這邊就不改變了 所以A跟C 事實上對照組 那這個處理的時候 是在這個 那那個磁鐵 產生的是非常強的 磁場 所以我們去量它體軸改變的 這個角度 A 這是 這是Test 這是Control 另外一組都不給它磁場 然後這是要比 剛才有處理的 這是B的部分 A跟B B也要跟C去比 就會發現 有喔 它的角度還蠻大的 轉很大 睡覺睡覺一半 被你磁場改變的話 它還會 會換 換姿勢 那我們去跟那個 對照組去比的話 通通都有 顯著差異 它真的是有改變體軸 那可能有人會講 哇 這個是 剛才那個太強了 我們就改變 用線圈 生機器 江招乃教授 他就幫我 他是電磁學專家 他就幫我做了這個線圈 剛好很接近 地磁 地磁的這個強度 那一樣做同樣的實驗 我們去做出來 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 然後它產生磁場在中間這一塊 我們用木桌子放在這邊 然後把蜜蜂放在這裡 就可以去改變磁場 一通電這個磁場 這個產生這個磁場 這是東西象 另外一邊是南北象 所以它就 跟南北的東西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樣去產生 即使磁場很弱 跟地磁差不多 改變 它就可以感受到 一樣也會感受 然後轉它的身體 我們確定蜜蜂是絕對可以在 黑暗裡面它可以感受到磁場 那 到底它怎麼去感受磁場 這個是1982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人在蜜蜂的肚子 找到上面有鐵顆粒了 磁鐵的顆粒 磁鐵的顆粒 那 後來在94年的時候 李家維教授 當時的博士生是徐錦員老師 現在是長山大學的教授 他們 他的博士論文的時候 就發表了說 他們找到的磁鐵顆粒 在那個肚子裡面 然後而且它是有超順磁的 的現象 後來做很多細胞學 非常好的研究 包括那個細胞 會產生 如果磁場改變的話 它細胞內的鈣離脂 的濃度都會改變 非常好 這些結果都告訴我們 這個密封肚子裡面 會有這些 感磁的這些接受器 這是當時 徐錦員老師發表在Science的文章 那個時候在台灣也在媒體上報導 這個是他拍出來的 這是他們做切片 不過後來有一些質疑 出來就是說 那到底這個是不是神經 他認為這個不是神經 這個是不是 Sensory Neurons 是不是跟神經有關 那 他們不認為那邊有神經 那 這個就一個質疑了 另外一個就是 在 腦裡面 會不會有影射數 剛才講到 蟑螂 還有這些 果蠅 我是白蟻 都有影射數啊 那蜜蜂有沒有影射數 有啊 這個有人早就做了 就在這個位置 這是大腦 這是蜜蜂的大腦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都有影射數被染出來 好 所以我們就出現一個問題了 到底是 影射數給蜜蜂 有感受磁的反應 磁場的反應 還是 這裡肚子裡面的東西 怎麼做 用很簡單的 這下子就不是那個 剛才叫蜜蜂自己飛來 我們就把它抓來 然後把它固定住 我們要給它做 這個古典制約的方式 古典制約的方式很簡單 你可以給它 先給它一個糖水 就像那個狗啊 你要先給它吃肉 先給搖鈴鐺 然後再給它吃肉 以後 你搖鈴鐺它就流口水了 那蜜蜂也可以啊 你給它糖水 一靠近它口氣就生出來了 然後你給它一個味道 這個味道可能是醋 醋不是它要的 它口氣不生出來 可是當你給它這個 這個臭酸的味道以後 你再給它糖水 你下次給它 它口氣就生出來了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所以你注意看一下 要注意在它的口氣這邊生出來 那這個是吹味道的管子 所以你要看到它 那這邊如果開始有字的時候 表示這邊是有吹味道 因為我沒有辦法顯示這個味道 給你看 所以我們把下面的字 好現在就吹一個味道 這個味道以後 我們就給它糖水 給它糖水 所以它聞到那個味道 而且它同時得到糖水可以喝 注意這邊字出來的時候 你要注意看看這邊口氣 好 有沒有發現它口氣生得很強 它知道味道出來了 我有東西吃了 這個是用嗅覺去做古典之約 可是我想知道的是 是什麼 是磁場 我可不可以把嗅覺換成磁場 它如果感受得到的話 那就好玩了對不對 我就可以給磁場感應用話 看它的口氣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非常難做的一個實驗 磁場你要看什麼 要看它 它改變的時候就是磁場改變了 對不對 那磁場我們加了一個額外磁場 那你要看它的口氣 好 現在先磁場改變 口氣沒有伸出來 好 我們磁場收回去 給它一點東西吃 它有沒有學起來 我們等一下就看 這邊一動我們就看它的口氣 它現在已經收回去了 好注意看 它口氣伸出來了 而且伸得蠻長的 它感受到磁場 它知道我要吃東西了 所以它非常乖 比學生還乖 那做這個事情 沒有那麼容易 我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這個學生呢 就跟剛才我講的那個學生 在訓練 他說 做完老師是不是這樣 我就跟他講不行 張老師一定要堅持 這個學生 隨便跟你講完說 我這樣就可以畢業嗎 不行 但是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一個例子 他做完 他第一天做完給我數據 他說老師 沒有啊 出來的數據都沒有 一直被我訓練出來的結果 都訓練不出來 然後來了兩三次以後 我每次都跟他講說 再努力再努力 然後我心裡也是自己納悶 到底那麼弱的 地詞的這個 能不能被制約 那有一天他就說 老師我覺得我要換題目了 我說 完了 不能再騙下去了 我就跟他講說 好吧 你把所有的roll data通通都給我 反正你已經做了三四次了 我覺得這個數據應該 就把他全部拿來 我來整個看好了 我看了 全部的數據裡面 有兩支其實 是有反應的 只是你一平均起來沒有 我不曉得他是不是就聰明 然後我就說 嗯很好 你看這兩支有啊 所以你不能說他沒有啊 所以一定是你的操作有問題 然後我心裡就 那這個時候 我就跟他說 那蟲子還在嗎 他說在啊 我說那你明天再繼續訓練 不然的話要重新抓蟲 每次都用新的 因為他每次都用新的 每次都重來 我說你第二天再訓練 所以我就發現 第二天訓練 第一天很少 第二天訓練就 拉起來了 本來不反應通通反應 所以 這個 學習還需要時間 所以不是 不是說一觸可擊 我們第二天就可以訓練出來 而且效果非常好 那這個時候 嗯 他高興我更高興 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了一系列實驗 所以 包括當時 許錦緣老師也有提到 說 他這個花粉 這個 肚子裡面的鐵顆粒 事實上是有花粉來的 吃花粉來的 我們就比他的這個 富士風 就是他還沒有 內勤風 內勤風 我們就給他做 結果他學得不好 他根本就不會學 那如果是外勤風 就學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看他的 學習曲線 真的 內勤風 護士風 都是不好 可是如果是外勤風 就學得還不錯 然後我們再去看他的 那個 這些筆 結果發現 外勤風裡面也有一些 學不好的 到第二天都學不好 第三天就死給你看了 所以他就 總不能 所以我不能勉強他 反正就 我說你不行 我就把這邊數據挑出來 比較起來 比較起來是這樣有差 有些就真的學得很好 然後我們也去比他 肚子裡面鐵顆粒的含量 這個可以用ICP Mask 去看金屬 所以很簡單 那我就要回答剛剛那個問題了 到底是頭還是肚子 到底是Crispone 那很簡單 如果是這個的話 他訊號走神經 那我是不是把它剪斷就好了 那我同時也要證明說 這個訊號是不是有神經傳導 對不對 那我就把它剪掉 然後我在 這個是要先訓練 訓練完以後 剪掉以後我就看 那我測試 磁場 到底 如果剪掉這裡 那如果是positive 那表示 是這裡 那如果是negative的話 表示 不是 就是從肚子裡面這邊 不是從頭這邊過來 好 就是他 副神經所在這個地方 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脊椎在這個地方 他們是在 他們是 他們的神經 總部神經都在肚子 那這個地方 放大 我就從這邊 剪掉 那當然這次要先訓練 好 如果原來訓練很好 他都 磁場反應都很好 一剪掉 就沒了 他就不反應了 那 可能剪掉神經 你會覺得說 那他學習就壞掉 然後我就 另外用嗅覺 剛才嗅覺的 也讓他學嗅覺 一剪掉 他還可以學 他還可以反應 你嗅覺那個味道出來 他的口氣還是生出來 慢慢會死掉 因為剪掉的話 他的呼吸 他的呼吸 的氣孔在他的腹部 所以慢慢慢慢就死掉 所以這結果很好 剪掉就零 沒有的話 在嗅覺這邊 你剪掉的話 他還是得到很好的反應 就立刻這樣增長 那電生理的部分 我們剛才講過這兩個 隻羹鳥跟紅尊都有 那我也想要去測 所以我們的電生理 就把它插在那個地方 插在副神經所 很簡單 做到這個地方 一樣 請他躺在那個地方 讓我記錄 有喔 不錯 不錯 證實 李嘉偉老師他們當時的預測 是對的 神經的確掌管了 這一些磁場的反應 好 所以這個就是 故事還在繼續 那我們證實了這個地方 那這個Criticum要幹什麼 我們對它目前最清楚的是 它跟日周律動有關 那在蜜蜂上面 就不是像 在果銀上市 跟磁場的感應有關 而是跟 這個 日周律動有關 所以這個是 好 這是我可憐的研究生 一個一個都好可憐 那這個都不是很可憐 這個當然不能說可憐 這全部都是老師 這個校長 沒有校長的經費 我們很難 很難去 去拓展這個一個新的部分 那這是我日本的朋友 這阿里卡瓦 這Kenta阿里卡瓦 這個是卓一銘老師 這是陳森輝老師 這個是卓一銘老師 這個是焦蘭金老師 這個是幫我做磁場 很多指導磁場上面的 知識的 這個江招來老師 好 以上就是我的報告 那時間也差不多 所以 在此謝謝各位聆聽 謝謝